在這個立法的過程裏面 最重要的當然是我們能夠 可以實施到這條法律的目的和原意 這條法律的目的和原意 就是國歌等於好像國旗、國徽 都是我們國家的象徵和標誌 是需要得到尊重 所以是怎樣透過立法 來規範國歌的奏唱 去防止避免任何促意 故意去貶損國家 還有做出一些故意的行為 侮辱我們國家的象徵的行為 都是會完全不能接受的 但當然在立法的過程裏面 我們都會考慮香港的憲制 和我們的法律的制度 和在法律制度之下得到的保障 我們希望能夠在本立法年度 盡快將這個法案提交給立法會審議 在過程中當然會有社會的討論 還有一定的諮詢 所以大家希望需要過分的擔憂 焦慮說在本地立國歌法會引致一些誤墮法網 這些擔憂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顧慮 喔! 大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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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用擔憂